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端午小长假即将结束 公路铁路迎来返程高峰 假期三天 厦门位居端午国内自由行热门目的地前三位 几辆挂车违法站道不仅影响道路通行 还存在着安全隐患 而且这些车辆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没有悬挂车牌 稍后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看到有人在水库违规钓鱼巡查员进暴力驱赶锤吊者 造成两人受伤 近日这名巡查员被判刑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转眼间 三天的端午小长假就将结束 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客流的总体情况 今天 厦门铁路 夏京航线都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集中出行 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下午三点左右 武通科与码头的后船大厅里 不少旅客结束了假期时光 等候即将出发的船班返程 我们是提早过来的 上礼拜我就过来的 假期结束了就回去了 准备去工作了 我们从我们同学们来 对 请你们来 现在要回去 在厦门玩了一些什么 对 我是找以前的同学 武通科与码头的工作人员介绍 今天码头的出境旅客有1000多人 而假期第一天的出境旅客有4000多名 第二天的出境旅客有3400多名 相比之下 今天的出境人数已经明显减少 相反的 随着假期结束 假期前往金门旅游的大陆旅客 在今天集中返程 预计将有3000多名游客入境 为此 科与码头方面增开了一趟入境船班 来应对回程客流 而铁路方面 今天也有不少旅客 从外地回到厦门 结束了假期 明天开始回到工作岗位 来自铁路方面的数据 从5月27号至30号 4天的时间里 厦门铁路方面共发送旅客44.5万人次 其中5月28号为旅客出发的最高峰 人数达到14.4万人次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 厦门站 厦门北站将共发送旅客11万人次 火车站方面表示 虽然假期已结束 但明天返程客流将仍处于高峰 厦门铁路往武夷山 河肥 上海 杭州 南京等 多个方向的车票处于紧张 接后 厦门往深圳 赣州 南昌等方向 将继续加开列车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 从今天下午开始 高速公路也迎来了返程的车流高峰 虽然这个小长假 高速公路没有免费通行政策 但是路上的车流量依然不小 下午三点 在高速公路厦门口出口处 车辆在收费站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一直排到了高速扎道口 甚至一度排到了高速路主线上 由于端午小长假期间 高速公路没有实行免费政策 车辆只能一一缴费通过收费站 为了应对大车流 高速公路征管所方面 也临时增加了四个收费票停 提高了通行效率 可以延伸四个车道出来收费 原来我们这个车道就十个出口车道 那么为了这个缓解这个拥堵 我们临时出点人员和设备 那么加开了四个车道 可以这样我们打到14个车道的收费 从全下高速厦门信息分中心的监控上看 今天下午两点过后 神海高速 下沙高速上的车流量开始增大 车辆行驶速度较为正常 但是到各个收费站 也就是要下高速时 车速开始明显下降 尤其是在祥安口 信林口和厦门口 这三个收费站出口处 都有出现排长队的情况 按以往这种特殊节假日的话 返程高峰一般都集中在最后一天的两点到晚上六点左右 所以这个时间段的话 车流量是非常高的 那也提醒过往司机如果有可以的话 尽量错峰出行 不要集中在这个时间段 根据统计 端午小长假期间 高速公路厦门段各出入口 日均车流量为二十万辆次 比平时增加了四至五成 记者贤云黄超报道 而假期三天 我是多个景区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根据多家旅游网站的排行榜统计 厦门位居端午国内自由行热门目的地的前三位 可以说旅游人气十分强劲 即使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来到古浪雨游玩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 良好的天气清晰宜人的环境 让游客们有了更好的旅游体验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前两天 古浪雨接待游客8.78万人 截至今天下午1点 上岛的游客数量已经达到3.2万人 特别美 空气也好 景色也好 挺休闲的 挺适合度假的 热门景点曾从安端午假期也迎来了不少游客 大家观赏古厕品尝美食 悠然自在地感受这个中国最文艺渔村的文艺法 根据曾从安文创会的统计 端午假期前两天 曾从安的游客接待量达到16.2万人 旅游人气爆棚 今天游客接待量预计将达到7.5万人 端午期间 岛外多个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新颖游客游览 原不愿举行游园细水梦幻端午活动 同安方特东方神话 则通过在线古代祭祀区园隆重神圣的仪式 让大家在端午假节外出游玩中 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老院子厦门林林国际马西城 城邑科技探索中心等景区景点 也推出套票优惠 端午期间游客接待人数都比去年有所增长 本台记者报道 那么在中国传统民俗中 每年5月初五的端午 其实也是一个去病防疫的节日 除了吃粽子 还有摄武毒 点雄黄 鞭武色绳 这些去灾祈福的习俗 而如今像这样具有仪式感的节日活动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穿越一回 去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过端午的 沙泊伟朝宗宫组织的这场 别样的民俗活动 邀请了周边社区的居民 以及汉服爱好者 一起来体验端午民俗 摄武毒 在中国古代 蝎子 蛇 蜈蚣 蝉雏 以及壁虎 被认为是民间五大毒物 每年农历五月气温升高 武毒开始滋生 出没 因此人们会想尽各种方式 来预防武毒的侵害 摄武毒就是将五种毒虫的画像 挂在墙上 然后用飞镖或者弓箭设置 打到他身上就可以了 打到他身上就意识地 又已经把它去除了 从你身上去除 或者从你家族里 家庭里面去除掉它了 就起到一个起伏的意思 点熊黄 熊黄是一种中药材 在古代 人们认为熊黄能杀百毒 所以在端午节时 会将熊黄泡在酒中 然后在耳鼻 脑门 手腕等部位涂抹 就可以避免毒虫毒物侵扰 一般都是由家族里 德高望重的长辈 给晚辈来点熊黄 点熊黄是辟邪 比如说我有这个资格 把这个熊给它画个符咒 让它平平安安 编五色绳 中国古代崇敬五色 认为五色是吉祥的颜色 也是金木水火土 这五行的代表之色 到了端午的清晨 各家大人起床后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给孩子们手腕脚腕 或者脖子上拴上五色绳 希望孩子们能够得到庇佑 姑娘们也喜欢编五色绳 也有一种说法 五色绳算是古代青年男女的表白神器 如果一个人他是单身的话 可以编五彩神送给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对方如果可以带到七夕的话 然后把泡进水里 两个人的姻缘就会成 也许在科技发达的当下 我们不再真正需要摄五毒 点熊黄等来去除疾病 保佑健康 但是这些传统民族 更像是家人朋友间的互动 它让生活承载着更多的仪式感 更多的文化趣味和温情祝福 本台记者报道 端午节期间 除了和家人团聚一起吃粽子外 一些义工团体和爱心企业 也为一些低饱困难家庭 和敬老院的老人们 送去了节日的问候 合起一片粽叶 放入提前准备好的馅料 一个颗粽子 就在义工和老人的欢声笑语中 包好了 在市爱心养老公寓 厦门义工俱乐部的义工 带着包粽子的食料 和老人一起包粽子 过端午 有些老人 可能包的比我们这些义工 包的还好 老人在生活经验比我们豐富 老人吃的量都不多 今天就是想让老人开心 在市园林植物园里的 幸福老人乐园 市科技信息园 女企业家协会等单位 联合社区居委会 开展了一场 敬老孝亲 农情端午的主题活动 与社区里的老人一起过节 除了陪老人 在端午节期间 厦门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也为嘉莲街道的26户 低保困难家庭赠送了燃气具 今年60岁的陈阿姨 一人独居在连板新村 由于经济困难 此前一直是使用 简易的电磁炉煮饭 没有购买天然气造具 这次华润燃气为她送上 崭新的造具 还安排工作人员安装造具 并耐心教她使用 这个压到底 转过去 火起来以后 手不要放 顶住它 大概三秒 三到五秒 再放手 会 会用 虾润 虾润一下 就会了 你觉得就是以后 烧菜这样会更方便一下吗 当然是很方便 据老姐 除了为低保护赠送燃气具 结合嘉莲街道的志愿活动 华润燃气工作人员 还就天然气使用常食 注意事项等有关知识 向市民群众进行了普及 本台记者报道 每年夏季 都是我是脑血管疾病的 发病高峰 记者从中山医院了解到 近来温度升高后 医院的门诊手术量 都在持续增加 医生预计 接下来进入盛夏后 这一数量 还将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脑血管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在我市 每年夏季 都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期 近段时间以来 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接诊的脑血管疾病患者 数量持续增加 另外急诊近来 也接诊了不少发病 较为凶险的脑血管病患者 医生介绍说 夏季天气炎热 气温较高 出汗量增加 非常容易导致 患者的脑血管出现破裂或堵塞 夏天气温比较高 我们往往容易出汗 这样的话会导致 我们体内的血容量浓缩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 这个液体的补充 它可能会容易发生 血栓样的改变 血管的堵塞 开空调开得很大 这种温度的变化 忽冷忽热 它也会造成血管 输出反应的一种障碍 造成血管痙攣 医生告诉记者 在脑血管疾病中 颅内动脉瘤引起的死亡率 和制裁率最高 颅内动脉瘤一旦发生破裂 后果非常凶险 初次发生引起的脑出血死亡率 高达百分之三十 为了进一步降低 颅内动脉瘤造成的死亡率 近日由国家科技部 重点研发的 颅内动脉瘤研究 在中山医院神经外科 正式启动 这也是我省入选科技部 唯一参与该项目的单位 把我们这个地区里面 神经系统 动脉瘤方面的一些研究 会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水平 造福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病患 记者 萧欣 杨仁杰 通讯员陈芳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水库巡察员动粗 打伤违规垂吊者 近日这名巡察员被判刑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下来看新闻 环岛路T4航站楼 前十字路口的路边上 在墨兰地台风之后 一处荒地臭水塘 通过精巧的设计 变成了浪漫的雨水花园 今天的试荣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看到 J井埃环岛路和T4航站楼 路口的边侧小花园 景致与其他绿化完全不同 除了错落有致的景观绿化之外 地势的中间是凹陷的 形成了溪流卵石的别致景观 是公路部门的工程师告诉我们 之前这里可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地带 因为地势低洼时常积水 死水发臭形成臭水塘 墨兰地之后更是直接吹成了荒地 环岛路灾后重建时 市公路局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将水塘填埋 而是结合海绵城市理念 就地饮水改造 通过与市政集团等参见各方同力协作 增设顶管排水和补水措施 使原来的死水变活 并巧用原有地形设计绿化线条 最终营造出了极具特色的 雨水花园的景观节点 虽然只有7000平方米 却为整个环岛路绿化和T4航站楼周边环境 增色不少 记者刘欧华报道 近日 祥安金牌小吃博览会 在祥安区邻里商业中心开幕 各式各样的小吃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品尝 为了确保现场销售的小吃品质合格 祥安区市场监管部门 专门组织队伍 在博览会举办期间 不定时对小吃摊位进行抽检 端午假期 小吃博览会上聚集着不少食客 为了确保现场销售的小吃品质合格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对一家卖烤鱿鱼串的摊位进行抽检 除了检查摊位经营者的健康症外 市场监管人员还使用快检工具 检测鱿鱼串是否浸泡过甲醛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甲醛具有防腐作用 有些不良商家为了给海产品保鲜 会使用甲醛浸泡海产品 而被甲醛浸泡过的海产品 颜色会显得更白 甲醛是属于化工原料 所有化工原料都不允许添加在食品当中的 这边等等会有一张笔色卡 按照那个浅的颜色下去对比的话 就是说就知道它的一个大概的含量 经过现场检测 这家摊位的鱿鱼串浸泡液成透明 说明鱿鱼串没有被甲醛浸泡过 随后工作人员又对其他摊位进行抽检 在销售炸玉米的摊位上 检测人员将测试仪器伸进油锅内 5秒钟后测试仪器上显示 这锅煎炸油的PC值是0.5 刚才显示是0.5 说明它是新鲜的 工作人员介绍 PC值代表的是煎炸油的氧化程度 如果一锅煎炸油的PC值超过27 说明这锅油不适合继续使用 如果PC值低于5 则说明这锅煎炸油是新鲜的 除了现场对食材进行快捡外 祥安区市场监管部门 还加强对各家小吃摊点的 食品经营资质 餐饮人员的健康资格 食材进货渠道等多项内容进行审核 那目前我们来看 经过这几天的话 现场检查食品啊 资质啊各方面的都是正常的 都是合格的 记者谢从斌黄超报道 最近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 在湖里区长丰路上违法停放这几辆挂车 给道路通行造成了影响 而这些违法停放的挂车 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没有悬挂车牌 对此记者也将这一情况 反映给了辖区交警部门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昨天傍晚五点多 记者在湖里区长丰路看到 道路一侧是规范的停车位 而另一侧却违法停放这四五辆大型挂车 甚至还有一个挂车的支架 直接被放置在机动车道上 由于车身较长 整条路的一个车道几乎都被占据 原本双向两车道的路 变成了一个车道 记者发现违法停放的挂车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没有车牌 附近市民猜测 这些车的车牌 很可能是被人故意拆下 我看这一排全都没有车牌 这种大车 不是 可能也必然为了罚单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 反映给辖区交警部门 不久 交警赶到了现场 交警介绍说 在附近有几个大型物流公司 一些挂车司机为了工作方便 就直接停在了机动车道上 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也一直在整治 对违法车辆开具罚单处理 但最近这段时间 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也发现 一些大型车辆的车牌都不见了 这对他们的执法也造成了影响 提不到他的那个车辆的信息 我们就没办法对他的一些 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置 就没法贴单就吧 你贴单的你没有一个主体 你除了你要有一个主体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车的车牌没了 但是车身上还是有这个号码的 它这个有存在一个问题 有的车辆你过完后以后 它的那个号码是改变的 但是它这个扩大号码 它没有去改变 有的驾驶员它没有重新去喷 它就是原来的 我们有喷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通过车号查到的驾驶员 叫做这个车我已经卖掉了 交警表示针对这样的情况 他们通常会将车辆拖走处理 但由于一般的拖车 无法拖动挂车 导致近期他们在执法上遇到难点 目前他们也正在进行研究 如何解决拖车的问题 同时也计划用锁车轮等方式 打击这种逃避执法的行为 另外也提醒司机 根据相关法律 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行为 将被记12分 本台记者报道 有一名水库巡察员 在看到别人违规钓鱼后 竟然动手暴力驱赶这些锤钓者 造成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 近日这名巡察员 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 被法院判了刑 被告人蔡某家住享安 出事前是集美板头水库的巡察员 去年7月31号下午3点左右 蔡某和其他四名水库巡察员 在水库周边例行巡察时 看到张某 谢某等人 在水库边违规锤钓 蔡某的同事就走上前去 想没收张某等人的钓具 这个过程中 双方发生了语言冲突 甚至动手推扫起来 看到这一幕后 冲动的蔡某突然冲了过去 手拿一根伸缩的镀心管 击打张某 谢某 那个是我们在收掉一根的时候 把人家的那个一网收掉的 不是说我们带出去 事发后张某的头部被打伤 经过鉴定构成了轻伤一级 谢某的伤情构成了轻微伤 去年9月7号 蔡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之后蔡某家属赔偿了 两位受害人六万七千元 吉美法院认为 蔡某非法损害他人身体 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 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结合本案的其他情节 法院一审判处蔡某 有期徒刑9个月 记者孔强鹏 特约记者陈宝清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 我是空气质量的 六项污染物指标 都达到了优寂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6 攻击质量为优 大风起息 树折腰 植树抗风 有门道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植树避风的一些妙招 从北方地区初春的 沙尘强风天气 到南方地区下木的台风侵袭 大风折断树枝 使树木倒幅 甚至被连根拔起 城市绿化被破坏的同时 也造成交通拥堵 并对过往行人的安全 带来威胁 其实要避免大风 对城市树木 毁灭性的打击并不难 以下妙招很实用 一 选择抗风树种 美国林物局研究了 150种常用城市树种的抗风性 发现棕榈类植物 紫薇 广叶玉兰 和橡树等抗风性强 而梨树 榆树 南洋山等抗风性较弱 二 城市绿化 循序渐进 从被风吹倒的树木中 树冠巨大 但根系细浅的颇为常见 这便是临时挖坑挪树的后果 植树需要考虑 树木生长的规律 预速则不达 三 每一棵树都需要宽敞的家 要依据树种 树林 合理安排数学的深度和宽度 保证树木根系扎得够深 汲取所需养分 最后 要对树木勤修剪 去粗取经 既是让树木更好的生长 也是为了避免树大招风 营养不足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优道粮 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好的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最近海仓新建了两座 陈景式地下车库 那么这种陈景式地下车库 如何停车取车呢 哪些地方适合建这种车库呢 目前全市立体空间 停车库的建设情况又如何呢 欢迎您收看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我是小丹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